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跟您講講話,又有來發發財經,這個場面也是很盛大,人也是很多,你覺得你自己跟他人氣誰比較大? 其實真正重要的是,這個關渡宮的信徒很多,誰來都一樣人很多 你有沒有覺得你人氣比他多? 我跟你講,我們兩個都沒有來,還是這麼多人? 昨天郭台銘講說選總統給神明決定,那你怎麼看? 他只是…怎麼看?沒有什麼怎麼看,這只是一個被記者問得很煩的一個推遲 你覺得神明跟他講了什麼? 神明很多尊,問哪一尊,他不想回答你的話就這樣講 你現在會支持他出來選嗎? 我覺得這樣啦,想選就選,沒有什麼不好 那你自己準備好了嗎? 這當然永遠沒有準備好的一天 你去考連考你會說我已經準備好,不可能,如果時間到你要上去考就這樣 郭總說是誰能夠讓台灣和平經濟繁榮,就是那個最好的人,你覺得你才是嗎? 現在那個是我的目標,他沒努力達到那個目標 不過他老公講得對啊,就是說誰來當對團比較好,這樣來想就問題就解決掉了 其實有考慮跟這個三三搭配嗎? 哈哈哈哈,三三搭配?搭配什麼?沒有啦,我跟你講,這個合作都一定有合作啦,只是說什麼樣的合作嘛 市長想問一下,你那個真心話啊,你說那個賴清德跟火友宜誰比較會厚厚做事?然後你回答完,你說你比較認真就被電了嗎? 所以你覺得誰比較會厚厚做事? 沒有,我哪有被電?有啊,你不是幫忙的真心話 我還以為那有什麼人工智慧電極器,騙人的,在外面有人搖空的 謝謝,問一下黃副 黃副想請教一下,前兩天你在臉書上面才在講說現在內閣的人選一直沒決定,現在整個政府跟人民一起放大架,怎麼會有這樣的有感而發? 我想應該就是過年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,那如果發生這麼重大事件,當然可能需要政府的處理,但這樣的狀況總輸,但是沒有一定的哲愧,這當然對很多人來說都會覺得很差異,因為我想任何民主國家都不可能有這麼大的通常,我覺得還是一樣,趕快決定吧,可以比較安心 好,你後回娘家今天有沒有一種很溫馨的感覺,今天會在台北市這個廟宇總統? 那我跟渡公我是每年都會來,而且大部分都是出了來,這是我們熟悉的地方,謝謝,主要是來祈福,希望今年大家都能國泰民恩風潮雨水